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洛杉矶把美国作为我们的第二个乡 来有更诚实的发展 这就是我们班里的历史 美国西部时间11月20日 第三届美国杭州商会换届典礼 在洛杉矶城县凯越酒店举行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王岐领事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馨 洛杉矶盛盖博士市长丁炎宇 以及南加州各大侨团社团负责人 企业创始人 企业高管 投资人等各界嘉宾 二百多人出席了本次活动 我们美国杭州商会创办于八年前 在两届会长和董事会的带领下 已经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 那展望未来我们商会将来会 首先做一个非常具有商业氛围的大家庭 然后第二是要做好桥梁和窗口 那作为一个大家庭呢 我们首先是聚集了一些 对杭州市的热爱生活热爱创业 有共同价值观的人 我们聚集在一起 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对事业的热爱 然后我们对杭州有缘的人聚集在一起 一起来做一些商业的活动 然后希望在我们新一届的理事会 董事会的带领下 能够把工作做得更上一层楼 第三届美国杭州商会会长华文 从前任会长周刚手中接过商会大印 中领馆的代表 美国政商界领袖 各大桥团社团负责人等 向新一届商会领导班子表示祝贺 并颁发祝贺状 所以我们的愿景就是希望通过美国杭州商会 这个窗口平台桥梁来做好这个工作 能够帮助更多的企业从中国走出来 能够走到中国去发展 然后组建一个充满商业氛围的大家庭 能够把充满杭州的东方硅谷式的创业精神 热爱生活热爱事业的人聚集到一起 然后能够把这些工作做得更好 是我们的新年月期 美国杭州商会八年前成立于洛杉矶 是美国知名华人华侨非盈利组织 拥有千余名会员 汇集数百位海外华人商业领袖 上市公司等知名企业创始人 杭州不仅是中国最适宜生活的文明古都 素有人间天堂美誉 也有东方硅谷的商业氛围 航商精神已成为创新创业的代名词 商会旨在聚集喜爱杭州市生活 创新创业的海外华人 为海外华人提供商业平台 为中国企业与资本走出来提供出海窗口 为美国企业与资本回国打造资源对接的网络 换届典礼仪式上还进行了文艺表演 那些江南的年典礼仪式上还进行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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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